3月21号,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发通知称,安排全校师生4月1号至7号放七天春假,主题是去赏花去恋爱。该通知一出,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对此,记者3月24号采访到该校副院长刘平,他向记者表示,这是该校例行的春假制度,鼓励同学们走出课堂,走出校园,去接触大自然,用心感受春天和爱情的美好。 我们想通过把这些生命教育啊,情感教育啊,规律教育啊,社会实践的这些内容,还进行一个综合,来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 刘平告诉记者,放春假并不会缩短上课的时间,是将周末、清明节假期做了适当的调整,让师生有集中休息的时间。 同时,也将围绕春假主题给全体师生布置好相对应的各种作业和实践活动,包括旅游日记、成长报告、手工制作、短视频等。 学生返校后还将举行春假作业的集中展示。 我们是想通过让学生们的爱好啊,兴趣啊,和我们的作业相结合,让同学们通过运用新媒体去发现身边的美,去传递自己的快乐。 我们想通过这种平台,让更多有兴趣、有爱好的同学,能够去施展自己的这么一个舞台,给到同学们更多的机会,让同学们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当然呢,我们也鼓励我们的,像我们的创新创业的同学们,走进我们的乡村,去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,去做一些乡村振兴的一些实践的探索。 据悉,从2019年开始实行方春假以来,春假也成为该校固定的假期单元,深受学校师生的喜欢和社会的好评。 我们从学生们当中去接到了很多的反馈,他们就觉得能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,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走出校园,去结交朋友,去参加很多的社会实践的活动, 让他去感受到生命的意义,让他去体验这个恋爱的美好,让他去感受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, 其实对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心态,塑造学生一个健全的人格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面对春假,最让人羡慕的当属在校的学生们,他们告诉记者,知道学校要放春假,大家都非常开心,早早就规划起了自己的春假行程。 很兴奋,很开心,当天晚上都没睡着觉,然后一直在想,我应该去哪里玩呢,我应该制定一下什么样的计划,什么样的方式。 我们打算放假第一天,然后就去丽江去玩,然后大概玩四五天,然后就回来,然后调休两天,就准备开始正常的学习。 毕竟有七天嘛,第一时间就是也希望能够回到家里,因为我家里有爷爷奶奶,然后平常也是很少有机会带他们出去玩, 所以也是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,就是带他们去赏花,比如说看看油菜花,那边油菜花还挺好看的。 作业就是给爷爷奶奶们拍一组情侣照,我希望我用这个春假去帮爷爷奶奶们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一个梦想。